臭豆腐用一个字来评价 臭 康熙年间有一个叫王志和的小伙子 科举落榜也没却回家 于是在京城摆摊卖起了豆腐 或许因为经验不足 豆腐摊无人问津 看着一摊一摊坏掉的豆腐 王志和灵机一动 想起了老家做腌菜的方法 把豆腐也给腌了起来 呀我这是个小近鬼 一天天过去 王志和彻底忘了腌豆腐这件事 直到 这臭味就从这传出来的 臭味 很有豆腐 原本白花花的豆腐 全变成了深青色 还伴着一股不一般的臭味 这这是我腌的豆腐 邻居不信 鸭油本身吃了它 吃了我就相信这是豆腐 大不了拉肚子 吃 这也太好吃了吧 如获之宝的王志和 迫不及待的挂了个牌 写着臭豆腐散个大字 把一缸臭豆腐摆上了街 成了京城最流行的小吃 后来这个事传到了宫里 恰好慈禧太后一直胃口不好 遇上房的人便想着把臭豆腐 拿给太后尝尝 臭豆腐 我是那种吃街边想吃的人吗 这东西符合我的身份吗 我是谁 我是太后 我 真香啊